洪總要克制自己的情緒 洪總現在非常生氣 他真的怒不可惡 揮揮手來來來 力來 台港雄英 洪一中總教練 在對富邦漢將的比賽中 火氣直接上來 因為對手肉財壘包 促請裁決 未判決 他直接衝出來跟主神理論 嚇到教練團連忙勸架 這場比賽真的很戲劇化 因為誰也沒想到 開機一勝難求的富邦 竟然脫胎換骨 狂敲十五只安打 林哲軒最棒有機會嗎 最後在中外方向 在球員面前落地形成了安打 那這樣子是在兩出局 情況下 三類有跑者 輕雷了 吊蝦池開張 林哲軒致命安打 安全送回隊友 富邦漢將拿下 本場比賽的第七分 你以為攻勢停了嗎 還沒有 不想要三陣打到T 你真的沒有 打穿的游擊方向 最後很瀟灑的就把 在山上花心送回來 一連串萌打賞 加上富邦漢將 在富蘭哥乾淨俐落 三上三下關門 最後以十二比零 終止開季四連敗 也幫助豐總陳金鋒 拿到一軍總教練 生涯的首勝 而畫面來到另一邊 四連勝的 童醫師氣勢一樣很旺 球帶得很高 在中右腕也放下來看 球到底在哪裡 會不會出去呢 哇 開局就讓龍之子的紀錄破功 這是徐若熙一軍生涯 首度挨全雷打 童醫師你真的太無情了 四局上陳崇宇甚至一棒輕壘 把壘上的隊友送回來 二度痛擊 未全龍 雖然龍軍想要來個大反攻 一度追到一分差 但童醫師的劉宇成 霸氣 Say No 訴求來了 再見三陣 Goodbye Sayonana 童醫師狂奪五連勝 開機到現在 還是不知道 訴求的職位 靜新聞 陳濤薇 陳欣瑞 財粉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